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脚踝受伤,被罪汉拖走时,老公挂断我数十个求救电话,忙着给求而不得的白月光庆生,隔天一则新闻冲上热搜,他傻眼了。 在被那罪汉强行拖拽之际,我拨打了江兆林的电话,寻求一线生机。 他那时却在与他的心上人共度生日时刻,你何不尝试些更为高明的计策? 电话那头传来的断线声,让我心沉如灰,终于,江兆林察觉到我的消失,开始疯狂地搜寻我。 而他的宿敌却悠然自得地打开了门,嘴角挂着一抹轻蔑的笑意。 随意搭救了一位姑娘,他便以身相许了。 祝安然,你何时能修? 你何不尝试些更为高明的计策? 你这般行径实在令人生厌。 我脚踝扭伤,跌坐余地,手中紧握着手机,目睹着那逼近的男子,抱紧二字已至唇边。 而电话那端却传来了女声。 赵林该吹蜡烛了。 这就来。 江兆林回应一声,随后严厉地警告我。 祝安然,即便你命丧皇权,也别再饶我清静。 他决绝地挂断了电话。 宛如对我下达了死刑的宣判, 从未有一刻的绝望,能与此时相比。 罪汉步履蹒跚地向我逼近, 他那醉酒的脸上满是吟笑, 口中之言更是不堪入耳。 我紧握手机,颤抖着石器背后的石块, 尽管他并未给予我多少安慰。 罪汉显然也被我徒劳地抵抗斗了。 美人,要不要与哥哥共度凉宵? 哼,哪里来得最鬼? 一道冷冽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罪汉的话语。 罪汉怒不可遏, 他妈的,不想找死就快滚。 老子还没尽兴呢。 救我,我对着逆光而立的身影, 发出了微弱的求救声, 求求你,救救我。 闭嘴,罪汉对我吼叫一声, 手持酒瓶便向声音来源冲去。 紧接着,便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我趁机报警,颤抖着起身, 蹒跚着仕途靠近, 只见罪汉躺在地上, 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救我之人蹲于他身旁, 带着一股玩世不恭的态度询问, 这游戏好玩吗? 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这才抬头。 在昏暗的光线中,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面容。 路霄。 路霄站起身, 他那近一米八的身高, 散发出的强烈气场, 将我紧紧包围。 我带着惊讶问道, 你怎会在此? 难道, 路霄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 轻蔑一笑, 都到了这步田地, 还在担心我会与你争夺项目。 你不是已经签约了吗? 还怕些什么? 我此行的目的, 正是为了视察从路霄手中夺来的项目。 在商场上, 竞争本是常态。 然而, 路霄此时却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衷心感谢你。 我由衷地表达了感激之情。 自然, 也是为了转移那令人尴尬的话题。 罪汉依旧在地上痛苦呻吟。 路霄询问我, 报警了吗? 我点头。 下次到如此遥远之地视察, 记得带上伴, 孤身一人太过危险。 路霄眉头微皱, 转身又踢了罪汉一脚。 别叫了, 老实待着, 警察很快就到。 我脚踝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 我单脚跳着靠近, 陆总, 真的很感激你。 路霄垂眸, 还能行走吗? 我摇头, 抱你。 路霄挑眉, 语气自然。 然而, 抱字总带着几分暧昧。 我勉强一笑, 不用了, 谢谢。 那你先到车里等待。 路霄指向远方, 那边停车之处, 距离此地上远。 还是我抱你过去吧。 他走到我面前, 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 若说介意, 未免太过躁作, 毕竟他出于好意, 且方才救我于危难之中。 路霄的助力陈月, 此时跑了过来。 总裁, 看着, 路霄目光扫过罪汗, 将我横抱而起, 搂住我的脖子。 陈月惊讶地张大了嘴, 随即捂住嘴, 尽管此地昏暗, 我依旧看清了他脸上的表情。 仿佛发现了什么秘密。 但他想错了。 真的? 祝总。 路霄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这才收回了心神。 嗯。 路霄, 搂住我的脖子。 哦, 好的。 我立刻一言而行。 搂住路霄脖子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自己过于顺从。 其实, 即便不搂脖子, 也不会有跌落之忧。 路总, 我想要松开他的脖子。 别动。 路霄目视前方。 别看他腿长, 身高突出, 步伐却异常稳健。 我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摇晃。 天色已晚, 你若乱动, 我难以保持平衡。 路霄性感的嗓音, 伴随着他的脚步声, 传入我的耳中, 再搂紧一些。 好吧。 路霄的车就停在不远处, 他将我安置在车内。 稍后, 我将送你去医院, 你的车由陈月驾驶返回。 好的。 路霄看了看我, 轻声笑了。 怎会突然变得如此, 顺从。 我有些尴尬, 你救了我, 我怎能如常与你针锋相对。 既然提及此事, 路总, 对于再次从你手中夺取项目, 我深感歉意。 路霄的脸上露出不在意的神情, 何须道歉。 不过是我既不如你, 但你手中还有广阁和冒图那两个项目。 他似乎被逗笑了, 祝总,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 你还在耿耿于怀。 我本想安慰他, 毕竟他自认既不如人。 这两年, 祝总不会一直在心中责怪我吧? 失去了那两个大项目, 导致我们公司推迟了两年上市, 我怎能不心存怨言。 路霄唇角微扬, 看来, 这两年我一直在祝总心中。 他的语气缠绵, 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车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我抬头看向路霄的眼睛, 他从容不迫, 神态自若, 还疼吗? 我反应稍慢,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 疼。 他贴了一眼手表, 先去医院, 警方那边陈月会处理。 说完, 他启动了车辆, 将车钥匙交给陈月, 并道了声谢。 车窗升起, 我侧头看向路霄, 却听到他问, 是否需要通知你的男友。 我心中一紧, 想到江兆林在电话中的冷漠, 口中泛起一丝苦涩。 他并非我男友, 陆霄未在言语, 圈内人皆知我对江兆林的情感, 陆霄亦然。 我侧头望向窗外, 昏黄的路灯映照着飞速后退的景致, 我的脑海回荡着与江兆林的点点滴滴。 我们相识于孤儿院, 那年我十二岁, 父母因车祸离世, 我孤苦无依, 被送至那里。 那时, 我因体弱多病长寿欺凌, 是江兆林挺身而出, 保护了我。 在孤儿院, 在学校, 他一直是我的守护者。 他曾对我说, 祝安然, 无论你遭遇何种危险, 都应第一时间告知我, 无论身在何处, 我都会立刻赶到你身边, 守护你。 然而, 江兆林啊, 你违背了诺言。 医生帮我处理好脚腕上的伤, 陆霄变魔术一样, 将一双宽大的拖鞋放到我面前。 穿这个。 他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拿起我的右脚, 放到拖鞋里。 拖鞋很宽大, 还是男士的。 陆霄又将我的脚放下, 抬头看我, 你的脚肿了, 只能穿这种, 等你好了, 再给你买双好看的。 我笑了出来, 胸口的郁节烟消云散。 路过一对男女, 女生看了我和陆霄两久, 撅着嘴推了他身边的男生一下。 你看看人家男朋友, 蹲下来给女朋友穿鞋。 男生搂住女生, 媳妇, 不用同情那个男的。 我又笑了出来, 自己穿上另一只拖鞋。 陆霄站起来, 来吧, 抱你。 那个暧昧的字眼, 突然让我的脸颊急速升温。 明明之前只是有些尴尬而已。 我自己能走。 陆霄幽深的视线, 在我的脸上流转了几圈。 难得, 祝总竟然还会害羞。 我没有。 我不自觉地红了脸。 陆霄的唇脚一直勾着, 过来再次将我打横抱起。 我则一只手勾着他的脖子, 一只手拎着鞋子和药。 又去了警局做了笔录, 然后陆霄送我回家。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江兆林一个电话都没有打来。 我垂眸看着脚上的男士拖鞋, 无声苦笑。 真没想到, 这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 竟然是陆霄。 车子在我家门口停下。 陆霄抱着我进去, 又叮嘱了我一番。 他四下看了看, 你这没人照顾你吗? 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 陆霄又看了一会我的脚, 点了一下头, 好, 那我先走了。 他顿了一下, 又说了一句,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打给我。 这话, 江兆林也跟我说过。 我对陆霄感激地笑笑, 谢谢。 在他要走的时候, 想到了刚抢下的案子, 我叫住了他。 陆霄转身, 我问他, 你要喝茶吗? 陆霄神色一顿, 微微眯起双眼, 你说什么? 他轻笑一声, 走向我, 住总, 十一点多了, 你知道这个时候, 请一个男人喝茶的意义吗? 我知道, 可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我急地站起来, 结果脚一用力, 痛楚瞬间袭来。 我又反射性地收回了力道, 身子就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 一只结实有力的胳膊横在我的腰间, 陆露转稳稳稳地扶住我, 低唇性感的嗓音自我的头顶落下, 小心点。 我抓住他的胳膊, 抬头看他, 四目相对,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流淌着。 我咬了咬下唇, 开口, 陆霄, 我想跟你合作。 他喉咙口有吞咽的动作, 性感地喉结滚动着, 薄唇微起, 声音低雅, 祝安然, 下次谈合作直接说。 他放我坐下来, 然后在我身边坐下, 与我隔开一段距离, 想跟我合作什么? 红声的项目, 也就是我刚从他手里抢来的那个。 陆霄眉稍微挑,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先跟我抢项目, 现在说要跟我合作, 祝总这是抢走项目, 还不觉得解气, 还想耍我。 我是认真的。 我站起来, 就要往楼梯那边跳。 陆霄立刻过来拦住我。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将我打横抱起, 放到沙发上。 别乱动。 他重新落座, 你说吧, 我听着, 我明天会去找江兆林坛拆伙的事情, 红声的项目是我签下来的, 我会拿走。 但我人手不够, 所以陆总, 我想跟你合作。 好啊。 陆霄答应得很痛快, 我等你电话。 看来他是真的很想要红声的项目。 四周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一阵尴尬的沉寂在我和陆霄之间蔓延开来。 我微微坐直身子, 刚准备拿出工作时的专业态度, 就听到陆霄说, 祝总还要请我喝茶吗? 他笑着站起身, 好了, 时间不早了, 你该早点休息了。 我乘着沙发站起身, 刚准备送他, 就又被他抱了起来。 嗯, 陆霄垂眸看我, 送你上楼。 原来是这样。 他将我送到卧室, 放到床上, 脚不要沾水, 一会你洗澡的时候, 小心一点。 他倾咳一声, 需不需要我留下来帮你? 啊? 我愣住, 似乎难得看到我恶然的模样, 陆霄别过头去憋笑。 他输了一口气, 其实, 比起合作, 我更想从你这儿要个名分。 他垂眸专注地看着我, 漆黑的眸子十分深邃, 竟然让人有一种虔诚的错觉。 我心间微微抽搐着, 张了张嘴, 好半赏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陆总, 你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陆霄神色认真, 你考虑一下我。 陆霄离开之后, 我好久才反应过来。 我似乎被告白了。 陆霄喜欢我, 这感觉还挺奇怪的, 在此之前, 我一直把他当成竞争对手, 虽然陆氏集团根本没把我和江兆林的小公司放在眼里。 不过, 我也没有太深想这件事。 对我来说,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跟江兆林拆伙。 所以, 我没给自己放假, 第二天正常去公司。 江兆林看到一瘸一拐的我, 没心轻醋。 你的脚, 有时跟你说。 我平静地打断江兆林的话, 你看看这个。 江兆林盯着我的脚看, 你的脚怎么回事? 受伤了? 他走到我面前, 怎么弄的? 我看看, 我微微躲开。 他身形顿了一下, 抬眸看我, 就昨晚遇到那个醉汉。 我淡淡地开口, 催促他, 你快点看吧, 我先回办公室了。 江兆林追上来, 你昨晚, 真的出事了。 他谋底有什么一闪而逝, 我没来得及抓住。 也不在乎了, 我以为你骗我。 冉冉, 我, 我不能一直站着, 你要是不看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谈吧。 我一瘸一拐, 走到椅子那边坐下, 等着江兆林。 他默了默, 这才翻开我给他的文件夹。 拆火? 你要跟我拆火? 呼吸沉了沉, 江兆林几步走到我身边。 沉甸甸的声音透着微韵和不耐烦, 就因为我昨晚没去救你, 你就要跟我拆火。 我说了, 我以为你在骗我。 自从西西回来之后, 你就一直在跟我闹。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都这个时候了, 他竟然还在埋怨我。 我的内心一片平静, 心如死灰, 也不过如此。 我没闹, 赵林, 我们拆火吧。 我认真的, 江兆林面上密密麻麻浸出含义, 认真的。 我点头。 好。 江兆林点头, 拆火。 他看都没看我给他的协议书, 直接翻开签字, 然后递给我, 希望你别后悔。 我接过来, 没说话, 起身离开。 回到办公室, 我叫助理威威安通知一下我的团队, 愿意跟我走的人现在去办理一下手续。 从大二到现在, 七年了。 原来拆火这么简单, 威威安把我的私人物品收拾好。 老板, 这些一会儿我送你那儿去。 我点点头, 没找到地方之前, 大家都先居家办公, 或者去我那儿。 你跟他们说一声, 我先走了。 到了一楼, 我刚出电梯, 迎面便看到了林月希。 她一点都没变, 依旧是那个高贵如白天鹅般的千金大小姐。 看到我, 林月希微微一笑, 挤不过来, 安然。 我来找赵琳。 昨天赵琳过生日, 大家都到了, 你怎么没去啊? 你的脚怎么了? 她在办公室了, 你上去吧。 我微微汗手, 说完就要走。 林月希却又叫住我。 安然, 我想跟你谈谈。 我侧头看她, 有事吗? 我和她虽然做了两年的大学同学, 但没什么交集。 应该没什么可谈的。 林月希笑得高贵优雅, 现在方便吗? 我想了想, 说好。 咖啡厅里, 我和林月希面对面坐着。 她喝了一口咖啡, 缓缓开口。 安然, 我喜欢赵琳。 我没说话。 她喜欢谁, 不需要我发表观点。 林月希看着我的眼睛, 我会和赵琳在一起, 所以, 我想请你离赵琳远一点。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 你是她女朋友? 林月希下巴微扬, 还不是。 但你心里清楚, 赵琳也喜欢我。 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就等你成了江赵琳女朋友之后, 管好自己的男朋友。 我站起来, 而不是要求其他人做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赵琳, 我不希望有人围在我的男朋友身边, 所以, 我这个要求很合理。 林月希的语气里, 透着理所当然。 千金大小节的口气, 我从来没有围在她身边。 我凝视着林月希的眼睛, 说完, 揍人。 虽然我喜欢江赵琳, 虽然我之前把江赵琳当成我的唯一, 但我一直过我自己的生活, 从来没有以江赵琳为中心。 之前的努力和争取, 换来这样一个结果, 这些都是我自己生活里的一部分。 现在, 我把江赵琳从我的生活里摘除了。 就是这样。 在路边等车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停在我面前。 车窗降下, 坐在驾驶位的陆霄轻声说, 上车。 我打开车门上去, 系上安全带。 车窗升起, 车子启动。 我侧头,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去你公司找你, 看到你了, 就跟过来了。 陆霄轻声, 陆霄目视前方, 语调平稳, 拆火了。 我点头, 找到地方了吗? 他问, 还没, 太突然了。 在此之前, 我真的从未想过, 我会和江赵琳走到今天这一步。 需要帮忙吗? 陆霄又问。 我笑了笑, 陆总的地方, 我现在不一定能买得起。 祝总, 你真的不适合装穷。 陆霄含笑看了我一眼, 继续目视前方, 而且现在房价降得那么厉害, 我那么多地方卖不出去, 帮帮忙吗? 我又笑了出来, 也觉得轻松了许多。 陆霄真的带我去看地方了, 不大不小, 够我自己从头开始的了。 那就这里吧, 我告诉我的人一声。 我和陆霄签了合同, 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给他, 毕竟我和江赵琳的利益分割 不是一两天就能结束的事情。 之后, 陆霄送我回家。 正好到了午餐时间, 陆霄说他要露一手。 我不是很相信他, 你真的会做饭吗?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 他去了厨房, 不到一个小时, 他真的弄了两道菜,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 闻着也很香。 我尝了一口, 味道好极了。 你真的会做饭, 还做得这么好吃, 看不出来呀。 陆霄摘下围裙, 你看不出来的地方多了。 你这没什么食材, 讲究吃吧。 我平时不开火, 我没好意思说我不会下厨。 饭后, 陆霄带我去医院换药, 回来的时候, 微微安他们都在。 他们是我这里的常客, 自己就能进来, 看到我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却在看到陆霄的时候, 一个个蹭地站了起来。 陆霄轻笑, 备站呢? 祝总的人对我好像很防备呢。 我眼角抽搐了一下, 说一下, 鸿生那个项目, 我们跟陆总一起做。 微微安跑过来, 小声在我耳边问, 不是啊老板, 你都把陆总带回家了。 你们, 别胡说。 我轻轻拍了微微安一下, 工作吧。 然后转头看向陆霄, 我们去书房谈。 你们继续。 陆霄跟我的人挥挥手, 扶着我上楼了。 下面叽叽喳喳的声音 被书房的门隔在外面。 陆霄也语, 你的人很八卦呀, 都在讨论我们。 我干笑了一声, 岔开话题, 我跟鸿生那边说好了, 他们知道陆氏参与进来, 都说荣幸之志。 你先看一下。 我把重新拟好的合同和策划案递给他。 陆霄接过, 认真看起来。 一下午, 我们两个都在讨论这个项目。 五点多, 微微安敲门进来。 老板, 我们先走了哈, 你们继续。 然后又笑咪咪地跟陆霄摆手。 陆总, 我们老板就交给你了。 陆霄含笑应道, 好, 这个微微安, 我明天要找他谈谈了。 这么八卦。 陆霄让人送了一些食材过来, 晚上依旧是他下厨。 晚餐丰盛了许多。 吃完饭他收拾好, 临走前突然十分认真地喊我的名字。 我心跳微微加速, 看着他。 他走到我面前。 这一次我看清了, 那不是错觉, 他的眸子里确实是虔诚。 他说, 祝安然, 我觉得我应该正式告白一下。 所以, 他顿了一下, 语气无比认真地说道, 祝安然, 我喜欢你, 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其实这段时间, 我隐隐约约猜得出来, 陆霄喜欢我。 可此刻, 面对他的告白, 我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吓到你了。 陆霄勾起唇角, 并没有因为我的沉默, 而表现出一丝尴尬。 他永远都是这样, 意气风发。 祝安然, 你考虑一下, 我等你的答案。 他说完, 看了我最后一眼, 转身离开。 我因为陆霄的告白失眠了。 窗外, 第一缕沉曦已经打破天边的黑暗。 我坐起来, 看像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心底有什么一点一点聚拢在一起,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促使着我拿过手机, 拨通了陆霄的电话。 陆霄, 我们试试吧。 一个小时之后, 陆霄过来了, 看上去竟然有些风尘仆仆。 我看着他笑, 这么着急过来了。 陆霄深深看着我的眼睛, 谋底有什么翻滚着。 祝安然, 我想吻你。 陆霄皆是有力的胳膊, 钩住我的腰, 几个悬身将我带到沙发那边, 小心翼翼放下我, 他又压了下来。 继续。 我的耳边都是自己的心跳声, 还有陆霄粗重缭乱的呼吸声。 一吻结束,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只知道大口呼吸。 陆霄轻轻拨开我脸颊的碎发, 在我的额头上落下虔诚一吻。 然然, 我真的好开心。 我的大脑在这瞬间恢复运转, 一颗心沉的像是压了一团乌云。 陆霄, 我,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知道,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看着我的时候和跟我告白时一样认真, 你心里有过别人, 所以你现在没那么喜欢我。 他又在我的唇上亲了亲, 我可以等, 就算你永远都不会像我喜欢你这样, 喜欢我也没关系。 祝安然, 我爱你, 本身就是一件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可是, 我咬了咬下唇, 我之前一直跟你作对。 虽然在商场上竞争是很正常的事情, 露霄勾起唇角, 笑得宠溺, 就是那个沙发果断, 野心勃勃, 跟我针锋相对的你, 我最爱。 我了然, 看起来, 你喜欢被虐。 露霄嘀嘀嘶嘶笑, 是啊, 每次都被你虐得很爽。 我和江照林的切割, 做得很顺利。 以后, 我们两个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又或许变成竞争对手。 然然, 江照林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我一转身就听到她说, 我决定和西西订婚了, 日子已经订好了。 说完就那么看着我, 似乎想在我的脸上翻找出什么。 我并不意外, 他们两个相爱吗? 恭喜。 我说完转身出去,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右脚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我快步上车, 直接回到公司。 是从陆霄那里租下来的地方。 刚回去, 微微安就迎了上来, 眉心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 怎么了? 微微安撇撇嘴, 在你桌子上, 你自己看吧。 我进了办公室, 抬眼就看到 放在桌子上的请柬。 订婚请柬。 微微安没什么好气, 林月曦让人送来的, 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真是有病。 我拍拍微微安的肩膀, 没事了, 你去工作吧。 微微安显然还是很生气, 老板, 她就是故意挑衅你。 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家里有钱吗? 现在你俩谁身价高还不一定呢? 你还是靠你自己 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 她一个靠家里, 好了微微安。 微微安不甘心, 却也没再说什么, 出去了。 我坐下来, 拿过请柬看了看, 无感后, 直接将请柬丢进垃圾桶里。 放下, 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这个瞬间, 是所有的伤心和失望累积起来的。 我真的放下姜照林了。 从此我和她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项目一开始总是很忙, 这半个月我都没怎么睡好。 今天终于可以轻松一些了。 五点多下班, 微微安抱着一个盒子塞给我。 姐, 你最近眼袋都出来了, 用这个, 管用。 我接过微微安递过来的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些护肤品和眼膜。 谢谢微微安, 你真贴心。 我笑着对她说, 老板, 你最近太辛苦了, 要多注意休息。 微微安关心地说, 我会的, 你也是, 别太晚回家。 我嘱咐她, 送走微微安,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窗外的夜景。 城市的灯火辉煌, 却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虚。 江照林的订婚请柬, 虽然已经被我丢弃, 但她的影子依然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手机突然响起, 是陆霄的来电。 然然,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订了一家餐厅, 想和你一起庆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陆霄的声音里满是期待。 我轻轻叹了口气, 陆霄, 我今天有点累, 改天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接你。 挂断电话, 我感到一丝愧疚, 陆霄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 而我, 却还不能完全投入这段新的感情。 第二天, 我如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公司。 陆霄已经在楼下等我, 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这是给你的, 希望你喜欢。 她将花递给我, 眼神温柔。 我接过花, 谢谢你, 陆霄。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陆霄拉着我的手, 带我走出公司。 我们来到了一个安静的公园,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们身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美好。 然然, 我知道你还没完全放下过去, 我愿意等你, 直到你准备好。 陆霄坐在长椅上, 认真地看着我。 我坐在她身边, 陆霄, 谢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我会努力的。 我们静静地坐着, 享受着这份宁静。 陆霄的陪伴让我感到安心, 也许, 我真的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我和陆霄的关系也在慢慢升温。 我们开始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一起讨论工作, 一起规划未来。 直到有一天, 江照林和林月曦的订婚典礼。 我没有去, 但收到了他们的照片。 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 我心中没有波澜, 只有祝福。 我明白, 每个人的幸福都是不同的, 而我的幸福也许就在我身边。 陆霄再次向我告白, 这一次, 我接受了她。 陆霄, 我愿意做你的女朋友, 和你一起走下去。 陆霄紧紧抱住我, 然然,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们的故事, 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篇章。 而江照林, 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不再影响我的幸福。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我考上大学没钱, 大就不肯见, 大博卖猪帮忙, 我发达了大就找上门。 我叫王康, 出生于1982年, 在南方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中长大。 这里仿佛被世界遗忘, 四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巒, 将我们与外界近乎隔绝。 我们家的房子虽然简陋, 只是几间用泥土和石头垒成的小屋, 但它却承载着我所有童年的温暖回忆。 那破旧的木门, 每次推开都会发出枝哑的声响, 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屋内的摆设简单而沉旧, 一张桌子, 几条板凳, 还有几张木板床,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家, 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我是家里的长子, 下面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 我们一家五口人, 在这个小山村里相互依靠, 相互扶持。 村子很小, 总共也就只有几百人, 而且这里人多地少, 靠着种地为生的我们家日子, 一直过得十分艰难。 记得我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 家庭连产成包则认质开始实施了。 那时候, 父亲和母亲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仿佛看到了生活变好的曙光。 然而, 现实却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 由于缺少现代技术, 家里的农作物产量一直很低, 即使父母整日在田间辛苦劳作, 收获也不尽人意。 康儿, 这十几块钱的学费可咋办呀? 母亲满脸愁容地坐在床边, 一边缝补着衣物, 一边哀声叹气地说着, 我看着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脸庞和粗糙的双手, 心里一阵难受。 四年级那年, 老天爷仿佛故意和我们作对一般, 气候出现了异常。 那一阵子, 不是狂风暴雨, 就是烈日暴晒, 给土地耕种带来了好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家里种的黄豆也没能幸免, 受灾极其严重, 原本就贫困的家庭经济情况变得更差了。 爹, 这以后可咋整呀? 我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抽着汗烟, 忧心忡忡地问道。 父亲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地说, 康儿, 别怕,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记得有一天, 我放学回到家, 看到母亲正坐在门槛上, 偷偷抹眼泪。 我急忙跑过去, 关切地问, 娘, 咋了? 母亲哽咽着说, 康儿呀, 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给你交学费了, 这可咋办呀? 我心里一阵酸楚, 却强装镇定地说, 娘, 没事的, 我可以晚点再交学费。 那段日子, 父母为了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和学费, 整天愁眉不展。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改变家里的命运。 那一年, 家里种的黄豆几乎颗粒无收, 这让原本就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母亲每天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话。 康儿,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走出这个小山村,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我用力地点点头, 把母亲的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虽然艰苦, 但我们一家人始终紧紧相依。 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 我们的亲情愈发浓厚, 我们相互鼓励, 相互扶持, 一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第二年,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村子又遭遇了灾难。 先是长时间的干旱, 让土地干裂得如同龟背, 紧接着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引发了泥石流, 冲毁了不少田地和房屋。 我们家本就艰难的生活, 这下更是陷入了绝境。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三妹突然发起了高烧, 一直不退。 父母急忙带着她去了村里的诊所, 却被告知三妹得了肾炎, 必须要去城里的医院治疗。 听到这个消息,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泪水止不住地流。 这可咋办呀, 家里哪还有钱给倩倩治病啊? 母亲绝望地哭喊着。 父亲紧锁着眉头, 沉默了许久后说, 只能去借钱了。 我看着父母那愁苦的面容, 心里也难受极了。 我知道, 学费的事情已经让他们很无奈了, 现在又要面对三妹的医药费, 他们该有多难啊。 我的父母小时候都很不幸, 他们都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他们尝尽了生活的苦。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 她不愿意轻易地向别人求助, 尤其是大舅。 大舅和大舅妈特别视力眼, 他们看到我们家穷, 根本就不想和我们家有什么往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父亲和母亲四处借钱, 受尽了白眼和嘲笑, 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 好在有些亲戚虽然过得也不好, 但注重亲情, 尽可能慷慨解囊, 我们东听西凑, 把医药费凑齐了, 三妹得以痊愈。 而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学习, 将来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再受这样的苦。 生活的艰难似乎如影随形, 那无尽的困苦仿佛一张巨大的网, 将我们紧紧束缚。 但即便如此, 父母却始终如一地鼓励我好好学习, 他们总是念叨着, 孩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啊。 父亲那坚毅的眼神, 和母亲那温柔而充满期盼的目光, 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到了初中, 家里的经济状况慢慢有了些许好转。 我的姐妹们也都十分争气, 成绩都特别好, 每次看到她们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 父母脸上都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而, 命运似乎总喜欢在关键时刻开玩笑。 中考的时候, 我突然生病了, 那几天, 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 脑袋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我强撑着去参加考试, 但终究还是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我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呆呆地看着那与中砖录曲线相差几分的成绩单, 泪水止不住地流。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不停地喃喃自语。 母亲看着我, 心疼地抱住我, 轻声说, 孩子, 别太难过了, 这只是一次考试, 咱还有机会。 父亲也在一旁安慰道, 对呀, 咱可以去读高中, 以后一样能有出息。 我抬起头, 看着父母那满是关切和鼓励的眼神,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 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于是我选择了去读高中。 高中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我每天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拼命地学习。 而父母也更加辛苦地劳作, 只为了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时光飞逝, 转眼间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 每一场考试都全力以赴。 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 我走出考场, 长输了一口气。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难熬的, 我每天都在焦虑和期待中度过。 终于, 成绩公布的那一天,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去学校查询高考成绩。 当看到自己的成绩远超大学录取现实, 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我飞奔回家, 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 爹, 娘,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大学了。 我一边跑一边喊。 父母听到我的声音, 急忙从屋里跑出来,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家孩子最棒。 母亲激动地抱住我, 父亲也笑得合不拢嘴, 说, 好啊, 好啊, 咱孩子有出息了。 然而, 喜悦过后, 我们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上大学的学费。 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尤其是我的大学距离老家很远, 路费也是一大笔费用。 父母开始四处奔走借钱, 他们低声下气地求遍了所有能求的亲戚朋友, 可愁到的钱却少得可怜。 看着父母那日渐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身影, 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爹、 娘, 要不我不上大学了? 我出去打工挣钱。 有一天, 我忍不住对父母说, 母亲一听, 立刻板起脸来, 说, 胡说什么呢? 好不容易考上了, 怎么能不去上? 学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我和你爹会想办法的。 父亲也坚定地说, 对, 孩子, 你只管好好读书, 其他的有我们呢。 一个炎热的午后, 太阳高悬在空中, 炙烤着大地, 仿佛要把一切都烤焦。 我和父母一起, 怀着一丝希望来到大舅家, 希望能从他那里借到一些钱, 来凑齐我上大学的费用。 当我们来到大舅家门口时, 却发现大门紧闭。 我能听到屋里传来隐隐约约的麻将声, 那熟悉的声音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父亲深吸一口气, 开始敲门, 一边敲, 一边喊着大舅的名字。 大哥, 是我们呀, 开开门呀。 父亲的声音在炎热的空气中, 显得有些干涩。 然而, 屋里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那不间断的麻将声。 母亲也着急了, 她也跟着一起敲门, 声音中带着一丝祈求。 大哥, 开开门呀, 我们有急事找你呀。 我站在一旁, 心中满是苦涩和无奈。 那炙热的阳光 晒得我头晕目眩, 但我还是紧紧地 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期盼着它能打开。 我们就这样在裤鼠中 敲了一个下午的门, 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嗓子也寒哑了。 可大舅始终没有开门, 仿佛那扇门后 是另一个世界, 与我们隔绝开来。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他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 母亲则默默地流着眼泪, 那泪水混合着汗水, 流淌在他的脸颊上。 走吧, 看来大哥是不想帮我们。 父亲无奈地说道,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委屈。 为什么大舅明明在家, 却对我们不理不睬? 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绝情?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缓缓地离开了大舅家。 那炎热的午后, 那紧闭的大门, 那敲了一下午都没有回应的经历,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我也知道, 不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放弃, 我要更加努力,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 去报答那些真正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就在我们一家陷入绝望的时候, 大伯出现了。 那天, 大伯提着一个袋子来到我们家。 哥, 你怎么来了? 父亲惊讶地问。 大伯笑了笑, 说, 我来给孩子送学费啊。 说着, 大伯打开袋子, 里面是一叠厚厚的钞票。 这是我卖了家里的猪筹的钱, 一共一千八百块, 应该够孩子的学费了。 大伯说道, 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拉着大伯的手不停地说, 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父亲也哽咽着说, 大哥, 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的。 大伯摆摆手, 说,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只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 将来有出息。 我站在一旁, 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我暗暗发誓,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报答大伯的恩情, 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带着父母和大伯的期望, 我踏上了前往大学的征程。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大学里, 我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我都会想起父母那鼓励的眼神 和大伯那温暖的笑容, 这些都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 我怀着满腔的热情, 踏入了社会, 开始努力工作。 那时的我,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 每天, 我早早地起床, 挤着拥挤的地铁去上班。 在公司里, 我拼命地工作,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常常加班到很晚。 回到家时, 虽然疲惫不堪, 但看着家里逐渐变好的迹象, 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经过几年的奋斗, 家里的生活水平终于慢慢提高了。 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也把父母接到了城里和我一起住。 那一天, 当父母走进新家时,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是我许久未曾见过的满足。 然而, 多年后的一天,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那天, 我正在家里陪父母聊天, 突然门铃响起。 我打开门, 看到大舅站在门外, 他的脸上满是愁容和尴尬。 大舅, 您怎么来了? 我有些惊讶地问道。 大舅搓着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外甥啊, 大舅这次来是有事求你。 我让大舅进了屋, 给他倒了杯水。 大舅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道, 是这样的, 你表弟他, 他在外面欠了赌债,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大舅, 让我们先渡过这个难关。 听到这话, 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午后, 我们一家在大舅家门口敲了一下午门, 他却紧闭大门不理不睬的情景。 心中的那股委屈和愤怒又涌了上来, 我真想直接拒绝大舅。 可是, 当我看到大舅那无助的眼神和父母脸上的不忍时, 我的心又软了下来。 我在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对大舅说, 大舅, 我可以借钱给您, 但是您得答应我, 以后一定要好好管教表弟, 不能再让他去赌博了。 大舅连连点头, 眼中含着泪水说道, 外甥, 大舅知道了, 大舅对不起你, 当年是大舅太绝情了, 大舅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拿出了一笔钱交给大舅, 大舅千恩万谢地走了。 看着大舅离去的背影, 我的心中感慨万千。 我的这些经历让我明白,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不能放弃希望。 当年, 虽然大舅对我们冷漠无情, 但我依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 让家里过上了好日子。 而教育, 真的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如果不是上了大学, 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亲情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即使大舅曾经那样对我, 可当他遇到困难时, 我还是选择了帮助他。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